听到孩子们快乐自信的说足语 原住民的齐老们都很羡慕 回想起说足语就处罚的童年记忆 都是压抑与惊恐 原转会语言小组透过历史档案及访谈300多位齐老 记录足语流失的过程 调查结果加速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通过 并成立基金会来研究及推动原住民语言发展 创造足语友善环境 让说足语成为日常 对面那座山曾经是太鲁阁族人的猎场 后来成了林雾局土地 世代族人禁止进入原转会土地小组 花了三年时间访查原住民土地流失的原因 几乎都有类似经验 都有一些这种受制于政府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不管是制度的一个压迫 而迫使族人必须要所谓的这种放弃土地 但是这个放弃其实并不是一个自愿的放弃 除了语言跟土地之外 历史和解及文化小组都将提出调查成果 完整内容会跟总统报告 也会作为政策参考并列入国家档案 TVBS新闻综合报道